黃毓民議員 謝謝主席 蘇錦龍局長在黃國興唱讚歌時離開這個座位 我覺得非常無禮貌 我想他做了局長這麼多年 都沒試過給一個立法會議員 這麼高度評價他 歌功頌德 還要草耳對聯 寫橫批 這樣都敢走出去 這些人真是非常無禮貌 難怪很多人說立法會是橡皮圖章 對政府這些條例 不問魔鬼細節,照單傳收 回到來吧,局長 你有沒有聽過黃國興對你高度評價 後面那段更精彩 聽完之後,你骨頭也鬆了 你竟敢走出去廁所小便 你真是大膽,沒有禮貌 一會兒走出去,記得接受他的禮物時 你要打咪讚他 為了選舉 這時候,人們真的甚麼都做得出 我告訴你 不過沒有人來開會 現在你數一下 你穿一件唐裝,說這個短打是代表本土 然後你看這個數 一、二、三、四、五、六 只有六丁油在這裏 多麼不捧場 不過我不會點人數,你不用怕 主席 本條例草案是非常複雜 以及涉及大量專業技術修訂的草案 男子草案有270頁 在法案審議期間 包括本席在內 出席審議的議員是非常少的 但是 這個條例草案的委員會 只開了八次的會議 恢復異讀 我們認為是過份闖絕的 逐條審議的工作亦非常粗疏 很多時 這個法案委員會 根本只有兩、三丁油 幾丁油 然後就草草地 讀完,沒有事情就不斷通過 我們都很同意這條 是一條很重要的 條例草案 修訂這個專利條例 法例第514章 就是就沿岸授予標準專利 和短期專利的實質審查定定條文 禁止在提供專利代理服務 使用某些名顏和描述 以及為改善條例的施行和行文 作出技術和擇項修訂 以及相關及過度時宜 定定條文 所以它是非常複雜的 日後,如果發現這條文 有很多錯漏 或很多問題 大家都不需要大驚小鬼 因為時間實在太闖絕 本席在審議階段提出修訂案 指出條文中大量中文行文的問題 但沒有時間逐條提出 最後提交了15條修訂案 在法案委員會中 希望當局可以重新審視 條例草案的一些缺留 不應該草草交上大會 我記得甚至有些建制派議員提出 政府不應該在本屆會期的末段 將這條例很闖絕地交上大會 應該與各方面做好溝通的工作 才恢復異讀 雖然政府最後接納了本席大部份修訂案的意見 他代我們提出 我也不覺得他從善如流 因為我自己要做一大堆 我這段時間很嚴重 在法庭上也困了一個月 之前準備單官司 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沒有辦法 但到最後政府也接納了我大部份的意見 就是在行民那裏 但我也不覺得你從善如流的意思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觀點 不應該在本屆會期完結前就要搞定 因為一定會有很多疏漏 因為通過而通過 無視條文的審議質素 先不說你們自己提出的質素問題 我們在法案委員會開八次會 有多少人說話,看回紀錄 是嗎? 法案委員會由議員去審議這些條文 逐條審議這些條文 這個意義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我想說 這個條例草案的立法重點 是在於設立原售專利制度 現時香港可批譽的專利有兩種 第一是標準專利 第二是短期專利 現時在香港 標準專利是以再註冊的制度批譽 譬如某個發明在三個指定的專利局 包括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英國專利局和歐洲專利局 在其中一個專利局取得專利 就可以在香港取得標準專利 而當中的審查亦非常簡單 香港知識產權柱下的香港專利註冊次 只會有一些形式的審查 不會就 這個申請的發明 是否符合香港法例所定的 就是可享專利規定實行實質的審查 而這個原售專利的制度 就與現時現行的標準專利 再註冊的分別在哪裏呢 原售專利制度可以讓申請人在香港 直接提交標準專利申請 而無需事先在香港以外的主指定專利當局 取得這個專利 但在推行這個原售專利制度後 亦會保留現行的再註冊制度 當中關鍵的問題有兩個 第一 香港沒有足夠市場的需求 維持一個原售專利制度 第二 香港沒有審查專利的本地配套 本案 在本條例草案的審議期間 我已指出 政府未能提供充分理據 證明香港有足夠市場需求 維持一個原售專利制度 根據當時政府提供的數字 近三年來 香港的本地申請遠低於其他經濟體 在1.3%至1.6%之間 其他經濟體包括新加坡、文萊、新西蘭 都有兩位數字的百分比 以新西蘭為首三年都超過20% 香港本地專利申請的需求相對非常低 政府又說 促進一個經濟體的科技和創新研發 涉及很多不同因素 原售專利制度是其中一個 但政府未能以數據證明它的說法 以文來為例 在2012年設立的原售專利制度 但專利申請的總數連續兩年不升反跌 理由在哪裏呢 政府在舉一些相關的數據時 政府亦沒有充分解釋 政府根本不會著重本地科技和創意工業的發展 這麽多年來大家都很清楚 科學研究十多年都是死氣沉沉的 現在設立了創新及科技局 有這個楊局長 那別鬧一段時間來做啥呢 香港是無法發展出高科技產業 無法発展成為東南亞的高科技和創業產業的重徵 本來領會有這個條件 但現在 Olha així多年來看不到 現在是 但是政府在沒有打算解決本土需求的問題 又要說背靠中國和中國接軌的思維 來處理這個政策 這就很有問題 王國興穿著那套唐裝就說代表本土 維護本土發明就叫做代表本土 你現在一樣頭髮至尾要說背靠中國 甚麼本土 搞這些又是 甚麼都要和一帶一路串在一起 十畫都沒有一撇 空中流角 相關的界別 希望香港和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進行專利 互認 簡化兩個司法區的專利申請程序 吸引中國公司來香港註冊 這些就是你想做的事 這就是為何相關的界別 希望政府加快推行這些條例草案 那你大條道理 解決之詞 背後又是 背靠中國 中港融合 又是 因為 希望靠這個 龐大的中國市場去賺錢 所以對於這條題草案 我有一個看法就是 背後又是另一種形式 在經濟上、司法上、知識產權上 的 中港融合 又是經常說香港不可以邊緣化 這些我們聽到 都很討厭 香港 邊緣化 這個邊緣化是甚麼意思呢 這是政府經常在製造恐慌 現在我們被邊緣化了 深圳又趕過來 上海又趕過來 整天說這些無遺事 但你想想 香港百多年來 都是邊緣化的 而這個邊緣化不是壞事 就是因為它在邊緣 所以它才自由自在 才可以成為國際大都會 現在就是那個邊緣 被另外一個大的內陸去控制的時候 它不得邊緣化 所以就死定了 你看看2003年簽了這個SIPA 之後 香港人就已經開始悔不當初 為了1.3%的GDP 將香港的良好制度破壞 又破壞了香港的生活環境 中港融合 根本就沒辦法解決香港本身的經濟結構問題 你告訴我過去十多年 搞了這麼多 香港的經濟結構最大的問題就是 依賴地產、金融 他死亡就一起死亡 地產、銀行、全體世界一起死亡 高租金 高樓價 低薪水 這些才是香港的經濟問題 大哥 你現在 經常說這些 所謂背靠中國 中港融合 你豈不是又是益了這些人 中港融合 是沒有辦法解決香港的經濟結構問題 現在這種經濟規模 這麼單調的問題 完全沒有辦法解決 而且還扼殺了 香港行業的生存空間 是嗎 令到本地人才和本土產業 所謂 鄉上流動的機會減少 中國不是經濟發達的地方 是嗎 是經濟和制度都很落後的地方 香港和中國融合的後果就是 說一句難聽一點 就是銅流合污 將中國那些惡習帶來香港 損害香港 國際大都會的聲譽 這與現在的條例有甚麼關係呢 主席 我在法案委員會已經說了 中國對知識產權的保障 在國際上是聲名狼藉 中國公司多次侵犯外國大公司的專利技術 但因為中國那種畸形的法律 令國際大公司反過來 被控告、侵權、賠償 最近看了很多新聞 整個招牌改過都還可以 最近香港又有一宗 厚顏無恥 這簡直是海盜王國 侵權就是臉不紅、耳不熱 你將香港的知識產權和中國接軌 你便會失去國際聲譽和信心 我在法案委員會中 曾經質疑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有些功能組別議員聽了之後 氣急敗壞 然後就幫知識產權局強勢奪利 去護航 又沒有數據支持 大家上網查一下 你就知道中國知識產權保障 有些甚麼問題 今年四月 日本本田 既然工業知識會社 控告中國石家莊 商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等單位的外觀設計 抄襲侵權案 終於就審完了 歷時十二年 經過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一審 最高人民法院二審 法院最終駁回 本田的訴訟 請求 反為以不正當競爭為名 判決日本本田賠償中國傷懷 一千六百萬 大人 這些例子真的不聲媚拒 還有侵佔別人的屬位 說到底 這條條例 草案屬市關注的專業範圍 政府趁社會上沒有爭議反對的聲音 草草了事 在這屆會期中通過 又不做宣傳工作 只在網上電視台賣了幾次 廣告就當交代了 還有有這些專家立法會議員 高度評價局長,感恩大德 還要送橫扁給你 天下間的笑話 莫過於此,我告訴你 大家應該仔細審視法例魔鬼細節 就不在歌功仲德